我講白了 現任立委 我沒有看過 有人被辦助理費了 沒有嗎 沒有 現任立委 他為什麼要到你辦公室 對 他就是要查兩個東西 第一個你有沒有現金 第二個要收你的電腦 查帳 已經收證一陣子了 比較不尋常的是 我懂你意思了 就是被押注 那現在 現在 放手了 所以藍姐妳就動 以前押的案我都不是 妳就去辦吧 你真的覺得是這樣 不因為這個案子不是新的嘛 你覺得是賴清德開綠燈 這個動作 不是開玩笑的 這件事絕對不是 臨時起義 對賴清德來講 林玲瑾是他的核心的妹妹 真的是嫡系 嫡系妹妹啦 這個新潮流的敵人幹什麼 蓋清德身邊雙雁啊 兩隻都真會飛啊 一隻飛到酒店去 一隻飛到台北來餵小三 有人就是要點 今天早上的最新很有趣喔 就是鬧了一個烏龍事件 檢調直接衝到立法院的辦公室 就是中心大樓這邊 那一度衝錯樓層來到了七樓 一看到七樓大家就很敏感了 因為七樓裡面有一個委員叫做黃珊珊 那大家想說檢調加黃珊珊 就立刻就開始出吉時了 想不到後來擺了一個烏龍 因為這檢調是要衝八樓的 那黃珊珊等於很衰啦 就是意外的被牽連 她真的是被波及 因為現在是新聞中人嘛 對 大家一定會聯想嘛 想不到不是喔 另有其人 是這個台南的立委林怡錦 他同時也是賴清德嫡系子弟兵 那因為什麼原因 現在目前眾說紛紜 但是有一些這個蛛絲馬跡 可能會朝向這幾個案子 導致於他被搜索 自己說 他無論基於什麼原因接受調查 是誤會也好 有新人的爆料也罷 他說他會以身作責 那清白太廉價 大家都會講 日後就讓證據說話 司法終將證明他的坦蕩 那只是說到底為什麼 因為現在目前台南地檢署 他沒有要跟大家透露案情的意思 只是傳出這個很多消息 就已經在滿天飛了 包含可能是因為助理費 又或者跟標案有關 助理費沒有人這樣辦的啦 你太低空 我想說用助理費 然後這個 不可能 對 我今天也想說 因為一開始是先傳助理費 後來就流出一個關鍵字 這些標案 那個叫做想當然爾啦 我跟你講 他如果是要辦助理費 你的助理就會被約談 沒有這種新聞啊 所以我說有時候媒體也不要亂寫 而且助理會被嚴重到要搜索 你個人辦公室 我講白了喔 現任立委我沒有看過 有人被辦助理費了 沒有嗎 沒有 現任立委 沒有 真的喔 而且被辦的都是以前當市議員的賬 大部分沒有看過立委的賬 那這個 當然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那個有司法委員會啊 市議員是管不到檢調的啊 現在立委是可以管到檢調的啊 所以他還是給你一點尊重啊 所以我第一時間看到他們去收辦公室 然後我也沒有聽到林怡錦的助理被約談 我就知道不是助理費了 他為什麼要到你辦公室 他就是要查兩個東西啦 第一個你有沒有現金 第二個要收你的電腦 對 可能就直接要把你電腦帶走 那簡單講就是要查帳啦 那基本上 他又約談了你的台南辦公室的會計 所以我認為他們已經收證一陣子了 所以 就應該我認為不是助理費案啦 不是啦 可能就是他的助理啦 或者傳出他弟弟啦 搞一些有的沒的 那人家現在要去扯說你知不知道 是這種問題 或者是錢有沒有留到你這裡 因為他弟弟的新聞不少啦 在地方上 所以 這個我們也不用瞞啦 你去查Google你就查得到 而且今天 好你不用去查之前的新聞 今天就已經有懶人爆出來了 對嘛 而且 事實上以前也有國民黨的議員檢舉過啦 也有 可是比較不尋常的是 為什麼現在在查 對 我想問的是這個點 對所以我覺得 可能這個又是跟 又是跟 台南地方選舉 不是啦 扯林一錦沒有要選啦 林一錦是百分之百 就是林一錦 因為我今天跟 我今天跟那個我們的格格主播 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是英系再重新 我知道啦 可是你去扯林一錦意義不大啦 重點不是林一錦 重點是他是賴清德的嫡系的子弟病 我知道啦 那你去扯林俊縣不是更直接 那林俊縣有料嗎 不是嘛 我的意思是 這個東西就是喔 鄭文燦不是押七年嗎 那個國民黨議員 報那個廖十幾年前的案子 喔 我懂你意思了 就是被押住嘛 那現在 放手了 所以藍簡就動了 我覺得是同一個邏輯啦 就是賴清德就是大概 也有跟總檢察長稍微聊 談起 他就說 以前押的案我都不認 你就去辦吧 你真的覺得是這樣 不過因為這個案子不是新的嘛 你覺得是賴清德開綠燈 不只他開綠燈啊 是 而且也許包括對手 包括國民黨 就不斷在講說這個為什麼都不處理 然後在地方上在傳嘛 所以藍簡也有壓力啊 這個不是說開綠燈啊 是 我哪裡知道一開綠燈 就辦到鄭文燦 你知道吧 因為那個案子太明顯了嘛 就是藍簡 我相信他手上 一定有很多調查啦 那哪一個可以立即辦的 比如說光電 你認為他都沒有收集資料嗎 爐渣他都沒有收集資料嗎 我不認為啦 我們的檢調沒有那麼差啦 那只是在於 是不是已經 可以到搜索你辦公室的程度 這個動作 不是開玩笑的 是憲政立委 比如說那個收口案 我舉例子啦 那個蘇貞欽他們那個好幾個立委被收 對啊 印象深刻 誰拍板 誰拍板 你知道這個案子已經壓多久了嗎 壓多久 至少壓五年以上啦 哇 我跟你講喔 就是 蔡英文那個時候不是換法務部長 對 那個叫什麼 陳什麼 忘記了 那個從調查局上來當法務部長 他就去問蔡英文啊 說這個 這個要不要辦啊 這個案子有壓五年以上喔 有 收口耶 收口案 我知道啊 就徐永明那些不是嗎 是啊 對啊 有啊 徐永明那些啊 不到五年喔 我跟你講 很多檢調都說要約談 那後來是 啊 是講什麼啊 反正就是我們那個法務部長 他就去問蔡英文 因為 那個法務部長我也認識啦 他就是英系啦 那 那他 他這個人也是既惡如仇啦 他就覺得這樣 要不要辦 蔡英文拍板嘛 辦 辦啊 我查一下是誰啊 你要先講話啦 不然我們兩個都沒有人要講話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 還是你查 你要我查還是你查 我的意思是這件事 絕對不是 臨時起義喔 說什麼現在才有資料 喔 那事實上這個 這個 人家早就已經準備好了啦 你知道吧 那這個不就跟那個一樣嗎 不就跟我們那個 這個 這個 對啊 你說 你想立任的法務部長嗎 再往上 哪有這麼多 蔡金翔 對啊 我好像說是蔡金翔 怎麼會是進程 就蔡金翔 對 就是我們的 上一個啊 我們的上一個 所以我就跟你講嘛 說很多事情啊 比如說林一錦這個是 如果扯到他弟弟啦 或者他的辦公室的助理啦 那這個就不是新的案子嘛 是在地方上 甚至連國民黨都舉發過的案子 你知道吧 那 就是啊 可能就是 檢方就被押住了 對賴清德來講 林一錦是他的核心的妹妹 真的是嫡系 嫡系妹妹啦 對 那鄭文燦是他的敵人 這絕對不一樣 雖然都是新潮流 可是絕對不一樣的關係啊 那 林一錦從頭到尾都是支持賴清德 對 從來沒有改變過 對 你去看很多新聞 不要講這一次 在過去有很多譬如說 他選舉一些什麼東西啊 什麼的 他都會被冠上是 嫡系子 嫡系子弟兵 這樣的一個slogan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 是要救民調嗎 因為現在賴清德並沒有明顯民調往下掉的跡象啊 我覺得這個 這個時間 更可能是 是新潮流的敵人幹的啦 跟李孟燕我也想問問 我跟你講啊 那個 我講林一錦啊 因為林一錦是我的學生啊 因為我在台大念社會學博士班的時候 我去東吳社會系兼課 那我教社會運動 他剛好學我的課 其實我們年紀沒有差很遠 他54歲嘛 我當他大概不到10歲 那他那個時候就是一個活動力很強的女生 那 就我這樣一路看他從政 他選立委其實算很晚了 一直是永康多了一席嘛 你新潮流沒有爭議就是他選了 那他在永康去當市議員 大概當了五屆吧 所以其實也蠻資深的啦 那從頭到尾都是支持賴清德的 然後 我就講一個例子 你就知道他跟賴清德有多好 賴皮癢爆發嘛 那林一錦出來幫賴清德講話 他就講說 賴清德 多思念他媽媽啦 然後他就講一段故事 大概只有他知道 大爹啦 他就當他的臉那個淚流滿面 賴清德啊 林一錦說他在現場 其實那種場合你不容易看到啊 尤其你講賴清德的個性 就是林一錦講的 他說他只要提到他媽媽 他就是忍不住就會掉眼淚 然後他就在現場 因為是他跟他講 他關係很密切啦 非常的密切 所以你說賴清德用這個來打雞血 這個不可能啊真的不可能 沒有啦我覺得時間點也不需要啦 而且賴清德這個人是 我跟你講就是有恩報恩的人 你說他左右手都被幹掉 其實他內心是憤怒啊 而且他沒有那麼多左右手 就只有這兩個啊兩宴啊 兩宴都搞厭世啊 兩室厭世啊 我跟你講多離譜 我跟你講這裡看出他的管理能力 我跟你講這也對比柯P啦 陳宗彥到酒店嫖妓12次 你都不知道 真的12次嗎 當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也要保持我負責任的我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他付了 你怎麼知道他付了10次錢 這檢方真厲害啊 還知道哪一次是不是他付錢 沒錯 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這樣辦嗎 因為他如果用妨害風化 我跟你講你被招待兩次對不對 對 一次1萬2 坦白講台南有沒有這種行情 我都懷疑了 1萬2 兩次2萬4對不對 對 低於5萬可以減行 所以他另外12次一定都要說 當然是嗎 對啊 而且只有12次嗎 然後你也不去辦 都不是被招待的 什麼事 因為這個現在到圖利 這又是另外的罪 這是5年以上 所以你就知道南姐對他多客氣 可是我不管 李戴欽哲都不知道 好你剛剛講是陳宗彥 第一個嘛 第二個是李孟彥 他10年的小三 你也都不知道 而且聽說有可能是小四 而且還大陸人 還大陸人 你都不知道 李戴欽哲身邊雙彥啊 兩隻都真會飛啊 你知道吧 一隻飛到酒店去嫖妓啊 一隻飛到台北來會小三 你都不知道 你不覺得這個相當離譜嗎 我跟你講 賴清德真的 從台南帶上來的 最核心的幕僚只有這兩個 那其他都是結盟的 比如說劉世芳 請來當內政部長 這個都不是他身邊的人啊 本來陳宗彥是內定 要當行政院副秘組長 李孟彥為什麼擺交通部 交通部就是總統的小金庫耶 修地方的什麼小道路 什麼什麼 錢都在你這裡啊 所以我理想一想 我覺得他一定 做出的啦 因為我那天啊 我朋友就要問我說 欸 那你覺得 李孟彥創出的� 賴清德就直接把他幹掉了 當了92天就把他幹掉了 什麼原因啊 是不是因為 小三台灣人就比照王必勝 小三大陸人就比較照偏領 對啊 我看他一樣的比較方法 我一開始我也這樣認為 那我另外一個朋友跟我講 我覺得蠻有道理的 他說他可能在氣說 小燕子你怎麼不告訴我 等於是他對他說謊 就我要讓你高深來接交通部長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跟我講 事實上他有警覺啊 所以他從當交通部長開始就 開始疏遠這個小三 所以是這樣報的嘛 據說啦 那個故事裡面是這樣說 接高官之後突然開始冷落 那是這種原因我才不相信 那如果是這樣那照片就 那照片就 都傳好了 他交通部也只有92天 92天之後他才警覺到 在台北黃城 我最好不要去他那邊 不然會出事 尤其是有人爆料他見過張甘偉 他更不敢去 對 這個我可以理解 可是 絕對不是這樣 我認為有人就是要給你死 所以 已經傳好了 所以我說 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就沒這個能力 就是 鄭文燦的影片 羅志正的影片 都傳多久了 也是壓著喔 我現在才丟出來 而且丟出來的都是網路高手丟的 讓你找不到來源 他還翻VPN 對不對 還給你翻到 還翻到那個 美國的社情網站給你貼上去 所以我認為李孟燕這個人家 早就傳後 因為 據我了解 台南地方是知道 綠營啊 謝龍介說他不知道 我們龍介先也有不知道的時候 可是在綠營的小圈子裡面是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早期是沒有避諱 我們 我們的大爆掛的那個 製作人已經開始在催了喔 這個因為現在已經兩點鐘了 所以我們 得放亮哥 因為他帶著去吃飯啊 對啊 聽說他出席各大 對啊 那綠營當然會知道啊 我就是自己大辣辣啦 所以也不能怪別人知道啦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